有些東西租的是違法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叫做 聽起來就怪怪啊 明星學區的 對 像我有朋友就這樣子 他是北漂族嘛 那住在新北 然後小孩子大班 他就想要超前部署了 然後就開始去找... 找到一個明星校區的 一個月兩千塊 對啊 戶籍可以租這麼好賺 他只要簽過去 然後就每個月要給他兩千 就給他兩千 然後你也可以每個月繳 或者是包到小學畢業 還有包到的 你如果每個月繳 大概十四萬多 一次繳了 我們是知道有很多是 借朋友掛戶籍 但是他們有在收費 因為他北漂族 可能沒有那麼多朋友 所以這樣子是不行的 這是違法的 對 這違法 我朋友就這樣租了 也繳了 結果大班也還沒畢業 到年底的時候 收到警察通知 就說你好像這個戶籍 你為什麼跟那個 這個戶長不同姓 有道理 可不可以管這麼多嗎 他就過來 就是來做筆錄 然後就說 第一句話就說 你涉嫌違反戶籍法 跟偽造文書 因為這叫做 就開始做筆錄了 登記不實 登記不實 然後呢 我朋友就 也是老實人 他就說 沒有 警察大人 他把租約拿出來說 我真的是合法的 我是租約的 簽證我忘記了 合法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對 然後警察就說 沒有 因為你這個戶籍 是不實在的 然後後來去問 才知道說 因為那一年 剛好要選舉 快選舉了 所以那個候選人 就是會去關注這個 幽靈人口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 真的很倒楣 因為其實像這種東西 平常沒有人在查的 對 然後親朋好友的時候 就直接讓你這樣子 錄那個戶籍 對 沈律師如果今天 沒有跟我們分享 其中我們不知道 都是違法的 對啊 大家都覺得好像是可以 很足夠的 對 租認一定都會簽一個約 那這個合約上面 不是就會有很多的 這個租借的保障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祕密 含在裡面囉 好 第一個就是 那其實這個優惠 可能比外面還要貴 對 所以你可能賠起來 該搞不好跟買新的一樣錢 再來第二個大家不知道的秘密是 有投保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加保就會有保障了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的損壞 或者是遺失的情況 根本沒有含在這個保險的 範圍裡面 所以就白保一場了 那第三個秘密就是說 會適情況來著收費用 那適情況 通常那個情況都很大 有沒有 修起來都很多錢 沒錯 而且也有可能在這修理期間 他還要加收租金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表格 剛剛我們就在討論 你看像這個 USB的傳輸線 它的那個沒有投保的時候 就要賠償八百 對 我自己去買一條新的還他才 一百多塊不就有 對啊 我租到一條舊的 然後我要還你一條全學的 所以老闆我要加保險 好 那加保險 如果有加保險 你還要付五百 我自己買一條好了 付什麼五百 五百 就是你已經付了保險費 你還要付五百耶 這樣哪有合 那也合啦 不合 也是有租過那種就是 晚宴禮服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不是 晚宴禮服那種 我都會想說去參加那種派對 你一定要盛裝出席 我就去找也是婚紗公司 然後它是號稱 然後三萬塊 很貴啦 那出席的 而且才幾早 太貴 一個晚上就這樣 沒有 那個禮服 手工的真的都很貴 對 而且你知道是手工蕾絲 你知道一針一線用上去 你知道我穿上去 我都不能呼吸了 然後整場那個晚宴 我就是都盡量不要吃就不要吃 然後也不要喝東西 但是你知道我那老公 真的有夠白目 他就會一直說乾杯 乾杯 然後或是拿東西 他想說妳穿那麼美 想把妳灌醉 然後一直都要拍照 你知道他每次都要求我拍照 那拍照都要我做一些 那種很高難度的 那你知道我 那老公很愛幫妳拍 對 我真的覺得好可怕 你知道我差點就是一個凹腰 然後那個禮服 那個線很想會砰一聲 你知道嗎 我很擔憂 然後我就一直憋住 然後整場我也都不想 不苟言笑 然後我老公想說 妳都穿這麼漂亮 妳幹嘛就是 所以如果弄壞 他是不是跟你談 是要怎麼賠呢 你沾到醬油 滴到什麼雷絲破掉 你要賠很多錢吧 他說什麼 你就是盡量就是 他一定還是有打基本的契約 然後就是什麼 不能有整個髒污 然後剛剛勾到沙壓 如果嚴重的話 就是也是試說業者 就是他們有保有 那個什麼權利之類 追溯 我都覺得好可怕 到底要追溯我什麼這樣 然後對 然後說如果真的很嚴重 就是大面積的一些損 損損的話或髒污的話 我就是他說可以用 原價的七折買回去 百萬耶 百萬的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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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便宜也要七十萬 買一台國產車了 對 都可以買一輛車了 對 我就覺得好可怕 所以還好那一件 就是安全下妝 安全下妝 然後我真的後來 還一直檢查... 還好沒事 所以甄莉也有遇過 我是因為像我們以前上節目 我們都會去跟人家借衣服 那借是不用錢的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 借不用錢 那我就是 對 那這種也很多 對... 那他就是一般的 正...就普通一點的質料 他就給你收五百 那如果稍微特殊一點 或比較好一點質料的東西 他可能就給你收到八百 感覺是合理的行情嗎 對 其實就是譬如說 像他剛剛講那種 小禮服式的 就不是那種真正的 那種很貴的禮物 感覺他就給你收個八百這樣 那我想說 其實這樣也滿划算的 對 反正就是借 可是我就覺得他們真的 我應該也來開一間 就是買好衣服這樣租借給人家 他跟你收 你怎麼知道他洗了沒 因為有時候我借來的時候 都覺得 你就表示前面有人 所以是彩花姐穿過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誰穿的 其實你都會覺得 他收了 可能收了那個清潔費 他並沒有真的拿去清洗 那可是有的時候 還會碰到有人就是 因為我一次去錄影 就剛好跟人家撞衫 然後想說這樣已經很尷尬 對不對 那可是你知道 我又是愛聊天說 你借給我餐 那你跟誰借 他說沒有啊 我只要五分服買八百 你買就八百 我喊到父親姐妹八百 我不就是買一件送給 那個店家 真的很虧耶 我是不是很蠢 他我都不敢講話 他說我是借的 我也是借八百 我跟你講 撞衫都不要問 對 比較像他嘴巴閉著一點 但他這樣多問一句 好 以後省起來 對不對 像拜者常常會 因為發生了一些糾紛 特別是東西損壞了 會有一些損毀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就逼不得已 必須去有一些賠償 這個時候大家要注意 也許我們請不起沈律師 對啊 或者是其他 劉律師 劉律師等等 這時候我們可以打 免付費的電話 給誰 誰 消保官 好 我講幾個真實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這個消保官 有多好用 那像有一個例子是 也是發生在我們公司 真實的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們辦活動 跟飯店是租借場地 那剛好就是來聽的 來聽演講的 這個客戶不小心 把玻璃杯給打破了 那玻璃杯打破很正常嗎 對不對 可是我們 後來我們在結算費用的時候 這個飯店的人就跟我們說 柔仔姐你們打破這個杯子 要五百塊 那我同事一聽 他說姐 這五百太貴 就很普通的一個玻璃杯 怎麼樣會要五百塊呢 對 然後我就跟我同事說 沒關係啦 才五百 我們趕快錢付一付 就是大家下班就開心就好 可是我同事真的個性比我 機車載機車 我就說 我要打電話去問 消保官 消保官說 你們要先去問喔 這五百塊的價格是怎麼開的 消保法裡頭確實是有一條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呢 把人家的玻璃杯打壞 或者其他的物品打壞 我們要用的 我們要賠償的價格是 對 飯店的 所以大家有聽懂嗎 就是飯店它大批大批買嘛 它一定可能是三折或者是五折 而不是在外面真實的定價 所以後來我們五百變成兩百五 但我同事還是覺得很開心啦 他覺得身張正義 這是每一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那這個是第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這個是也是前幾年的一個判例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租車可能會遇到很多糾紛 那有一個民眾呢 他要去租車之前 他就問老闆說 老闆那這附近租車店這麼多 那你們這個是不是有一些保險 這樣我比較安心嘛 萬一發生什麼意外 那老闆就拍照 我跟他保證說 這個車子所有的保險都有 所以你就安心跟我們租 結果他就 真的就是很開心很安心地租了 那他只租了一天 結果要還車的時候 老闆就很認真檢查 認真檢查 老闆就說 你的 對 那那民眾就覺得很冤枉 我才跟你租一天 總之呢 這個車行老闆立刻就請那個 車廠的人來 來報價 來維修 結果就那費用下來是五萬塊 對 五萬塊 差不多啦 對 差不多 有變數箱 對啊 可是他幫老闆 換了一個全新的變數箱 沒錯 所以這個民眾就說 不是有保險嗎 老闆 你說有保險 我才跟你租這個車子的嘛 那老闆就說 對 可是呢 我們當時的這個 簽約的契約裡頭是說 有保險 可是呢 這個變數箱 是零件嘛 不在裡頭 那這民眾當然很生氣啊 可是呢 剛好這個民眾 他有律師界的朋友 然後他又找了 他又去問了消保官 所以消保官就說 研究了一下 其實呢 我們相關的規定裡頭 是有針對這種 像那種租汽車的一些零件 他的最高的一個 要賠償的金額 是不能夠超過二十五 不能夠超過四分之一的 所以這個民眾 他最多要負擔的金額 是不用超過一萬兩千五 其實這樣也省了不少錢 對 省了一大半 省一半 至少這樣你就會覺得 比較合理一點的感覺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